好,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说的一些东西啊 昨天的话我们完成了一个这个首页的什么整体的一个开发啊 昨天我们那个首页的开发是应该属于是PC端的一个页面的完整的一个开发流程是吧 那么我们从什么呢从这个UI给我们效果图开始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从前端开始它的每一步要做什么是吧 我们完整的演示了一遍啊 那希望大家能把这个流程呢什么能够很清晰的啊 很清晰的把它什么整个的实践一下 然后很清晰的什么呢 自己在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流程啊 这是关于这个昨天说的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练习吧 昨天就是把它做完了啊 那么第四步的话还还什么呢 期待大家把它完成啊 这是这四步是吧 这四步啊 那么这是一个PC端的页面开发流程啊 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是移动端的移动端的这个流程 可能跟它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好 那么昨天大概说了先说这个 然后的话我们就开始了什么呢 关于这个呃 H5C3的一些新功能的学习啊 H5C3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是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主要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移动端的 是吧 它是瞄准着移动端的啊 那么它的实际上它的 它的野心也是比较大的啊 它想什么呢 就是在移动端是吧 就是让什么H5是吧 完全在移动端什么呢 可以替换其他的技术啊 移动端完全用H5开发 加什么JS的一个框架是吧 可以完成移动端的 比如说APP的开发啊 一些网页的开发都可以是吧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啊 那么 这是H5的它的这个 H5C3的它的什么 它的一个什么目标吧 想是它的一个 或者是它的一个意图 想想想 反倒这样一个效果啊 那么H5C3的 比较重要一点就是 H5C3的这个 关于移动端的页面的制作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页面制作的话 如果 这个页面制作 现在的手机性能越来越高的话 我们这个页面实际上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是吧 我们的这个移动端的APP 里面的那些页面 实际上很多都是H5的页面 是吧 实际上很多都是H5的页面 外面的话用这个什么呢 外面用这个 呃原生的什么 比如说IOS的原生的OC 或者是安卓的什么Java 外面就做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壳 是吧 做了一个壳 里面的话全是H5的页面 是吧 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 属于说一种混合开发 那么后面的话 怎么样呢 后面到一定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原生做什么壳了 我们就用什么呢 就用GS的酷 加上H5的页面 就可以做这个移动端的APP了 是吧 那么IOS和安卓的话 这个技术可能慢慢的就不需要了 这样子了 好 这是关于H5和SYS3的一个什么呢 它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昨天就 说完了这个 大概接下来之后 我们就从这个 这个什么呢 圆角开始讲了吧 啊 圆角啊 SYS3的圆角 啊 圆角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它是 解决以前的一个圆角的问题 是吧 以前我们网页设计师经常设计圆角的什么 这个容器吧 设计圆角的这个风格 是吧 那么我们以前做圆角的话 是什么做呢 通过那个图片拼成的 是吧 我们做圆角的图片 然后左边拿一半 右边拿一半 这样拼成的啊 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的话 就是SYS3的话 那么就是W3C响应这个什么 设计需求就是 呃 创立了这个什么呢 圆角的这个 SYS属性是吧 创立这个圆角 这样是属性之后 然后的话设计师的风格又变了 是吧 那么就设计师又喜欢设计成方角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圆角的话就是 呃 就是使用在少量的地方啊 那么少量的地方还是被用到啊 那么圆角的话可以设置什么呢 设置某一个角的圆角 是吧 设置某一个角的圆角 某一个角的 如果是两边的这个圆的这个曲率 或者是半径啊 就半径不一样的话 可以写两个纸 是吧 如果两边的半径是一样的话 就写一个纸就行了 是吧 如果说四个这个角的这个 什么呢 啊 这是四个角的不一样的是吧 四个角不一样的 四个角 每个角两个边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四个角 每个角的两边是一样的 比如说第一个角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半径是三十 是吧 第二个角的整体半径是六十啊 这么写 是吧 那么如果说四个角都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border radius 是吧 border radius 然后写一个值啊 写一个值 那么这个百分之五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 这个值的话 等于长宽的什么呢 一半 是不这样的 那么就是百分之五十啊 这个就可以 呃 什么呢 设置一个盒子的圆角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RGBA的一个新的颜色表示法啊 这个新的颜色表示法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是吧 如果说我们设置一个盒子的透明度的话 那么这个盒子是整体变透明了是吧 整体变透明之后 如果这个盒子上面有文字的话 文字是不是也变透明了 是吧 它是整体变透明嘛 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盒子本身变透明 文字不要变透明是吧 文字变透明之后怎么样 不方便观看吧 是吧 不方便阅读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用这个新的颜色表示法 用RGBA这种颜色表示法 把这个盒子的背景色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种方式来表达之后 背景色它就可以变透明 但是这个背景色的色字 跟文字的透明度没有关系吧 是吧 这个的话就可以让背景变透明 而文字没有影响是吧 那么这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有时候我们希望背景透明 文字不透明是吧 那么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啊 这是关于这个RGBA的表示法是吧 那么关于透明度的表示法的话 那么有的地方也是会用到的 那么这个表示法的话 记得它是有一个兼容性的写法是吧 这种写法是兼容什么呢 标准浏览器吧 这种写法是什么 兼容非标准浏览器吧 是吧 那么就是针对IE的是吧 那么如果你想写一个核子透明度的话 那么要写这两句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是0.2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20是吧 这是0.3的话 这就是30啊 这么写就行了啊 这是一个兼容性写法 好 接着的话我们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说到了 是关于这个 4.3的一个transition动画 是吧 这个是一个过度动画 是吧 过度动画啊 过度动画的话是什么呢 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两个状态 是不是这样的 两个状态啊 我们把两个状态的属性值 定义的不一样 是吧 然后还需要触发吧 我们昨天触发是什么呢 用这个hover来触发 是吧 触发之后的话 那么呢 transition就可以设置一个什么呢 过度的什么 这个动画啊 那么的话 transition动画的话 这几个属性的话 是什么呢 是这几个属性的 总共有四个设置值 是吧 那么一般的话 这个是分开写的是吧 这是分开写的啊 我们建议大家 一般是怎么合在一起写啊 那么分开写的 这几个东西的话 那么大家知道就行了啊 不用刻意去记了 因为记住的话 可能长时间不用又忘了啊 那么大家知道 去哪查就行了啊 那么的话 transition的这个 合在一起写的话 同时把四个属性 写在后面中间 用困格格开就行了 是吧 第一个属性是表示什么呢 哪个属性上做动画 是吧 第二个属性是什么呢 这个动画的时间啊 第三个属性是什么 这个动画的 它的运动的方式 是吧 那么默认的有什么呢 常用的有什么 民宿运动和缓冲运动啊 缓冲运动的话 应该属于什么 加速运动是吧 有个加速度是吧 加速运动啊 那么的话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动画的什么呢 这个延迟是吧 动画的延迟啊 这四个属性 把它设置完 就可以什么呢 就会产生动画了啊 大家记得 这个设置的值 是在原始的盒子上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原始的盒子上面啊 设置啊 好 这是关于transition动画 那么昨天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 这个例子是吧 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结合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 呃 前面的透明度 前面的RGBA的一个设置 是吧 RGBA的一个设置 然后这个背景设置RGBA 是吧 文字的话 就就可以不透明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整体的这个 是定位的下去啊 定位到这个盒子下面来 然后 用overflow hidden 给它裁卸掉是吧 我们鼠标放上去之后 来个hover事件 让这个盒子的什么 top值再定位上来啊 然后的话 再加一个transition的效果 是吧 那么它就有一个 从下面到上面的 一个运动效果 是吧 啊 这样子做的啊 好 这是关于transition啊 接着的话 我们说到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什么 变形是吧 那么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学的这个 设置元素的属性 只有什么呢 元素的大小是吧 就是实际上就是宽和高吧 是吧 然后元素的什么 这个颜色是吧 这样就是呃 元素的透明度 是这样的 然后元素还可以设置圆角 是吧 那么就是这些属性吧 那么如果说我想让一个元素什么 旋转 是吧 或者有其他的形状的变形 怎么样呢 做不到吧 是吧 那么的话 4S3的这个transform 这个属性的话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吧 那么transform 它总共有四种变形啊 那么哪四种呢 首先是transform 然后两点translate 是吧 大家记得写这个transform的时候 什么样 先写transform吧 这几个属性是属于transform 里面的啊 大家记得啊 先写transform 然后translate 是吧 这个是什么 盒子的位移啊 比如说是一个是横向的位移啊 一个是纵向的位移 是吧 那么这个位移的话 跟我们的定位有什么区别呢 位移的话是什么呢 实际上跟定位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的话 这个位移什么 性能要比什么 那个定位的那个性能要高 比如说我们用left值和top的值 来改变盒子的位置 是吧 那么通过这个也可以改变啊 这个的性能要比那个高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translate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缩放是吧 缩放的话 类似于什么呢 改变盒子的宽和高吧 实际上不一样 什么样的啊 它是同时改变它的 什么呢 宽和高 比如说我们昨天 把一个盒子缩放之后 怎么样 它的边框的出息也变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一样是吧 好 来看一下 昨天的有个例子啊 昨天的这个transform的 好 昨天做了一个transform的这个例子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缩放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线的出息 是不是也变了 线是稍微变粗了 是吧 它是整体的放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改变盒子的大小的话 这个线的出息是不会变的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缩放 它是整体把它放大了啊 而且这个放大的时候怎么样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布局吧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盒子怎么样 宽和高变大的话 它这个盒子会被挤下去啊 是吧 没有挤吧 就是说 它就自己什么 它自己虚拟的一个动画层 在这个整体的布局的上面 有没有 那么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布局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 它的性能要高一点啊 这样子啊 是关于缩放啊 那么这个缩放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scale吧 scale啊 scale就说话啊 那么接着说的第三个变形的话 什么呢 关于这个什么 旋转是吧 那么我们昨天说的这个旋转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一个平面的旋转吧 什么意思啊 就是绕着什么呢 G轴旋转是吧 G轴旋转是什么意思呢 G轴是什么呢 G轴就是从这个屏幕的里面往外面对向我们的这个方向啊 就从屏幕里面对着我们啊 这个观看者 这个方向就是G轴 就是从屏幕里面射出来这个方向 明白没有 这是G轴啊 G轴方向啊 它这个旋转是不是G轴方向啊 啊 G轴方向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旋转啊 那么接着的话 那么来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什么 最后一个变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斜贴是吧 斜贴的话 这个变形的话用的不是太多啊 就是把这个元素进行倾斜吧 倾斜啊 就是倾斜一下 是吧 这是Y轴的倾斜是吧 就是Y轴方向的倾斜啊 还是X轴方向的倾斜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四个什么呢 四个这个变形的这个效果啊 好 接着我们还说到的是关于变形的这个中心点是吧 变形的中心点的这一个设置啊 中心点的设置的话是说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是吧 就是默认的我们元素变形的中心点是这个正中心 是不是这样的啊 正中心啊 那么我们还可以设置它的这个变形的中心点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样呢 这个是left center是吧 left center啊 我们设置的方法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啊 这个transform or region 是不是这样的啊 来设置它的这个变形的中心点啊 那么的话这个是left center是吧 然后这个是left top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是用的一个数值是吧 用的一个数值来设置啊 这个是50x50是吧 那么跟我们的那个 background position的设置方法类似是吧 啊 那么理解这几个方位时 然后这个是具体的值来设置是吧 50x50就是从这个盒子的左上角到这个50x50的这个地方啊 大概是这个地方是吧 好 这个就是大概我们讲到的是 呃 transform的几个什么属性是吧 从昨天大概讲到这四个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这个transform or region 这个第十个是吧 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概我们是昨天说的一些内容 是吧 好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接着这个东西往下面讲啊 接着这个东西往下面讲啊 关于transform呢 还有一些东西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比较一些特殊的效果啊 我们还需要借着transform啊 好 我们再来往下说啊 那么昨天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旋转是吧 旋转的话是扰着Z轴转啊 扰着Z轴转啊 好 这个转的话 那么呃 这个方向怎么确定呢 是吧 这个方向怎么确定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好 比如说我这个设置的什么呢 设置的是4090度吧 90度是吧 那么90度的这个方向怎么确定呢 是吧 它是这样转的 还是这样转的 是吧 好 那么有一个方法 是吧 有一个方法啊 我们说那个Z轴是对着我们自己的吧 对着我们的啊 我们让这个轴对着我们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什么呢 这样是吗 这样顺时针就行了啊 顺时针啊 这个轴向对着我 然后顺时针的话 就是它的选择方向 有没有没有 轴向对着我 顺时针的方向 就是 就是这个 选择方向 是吧 那么这个90度是不是啊 那么就是 这个Z轴对着我们 然后顺时针的方向 就是它的旋转方向吧 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Z轴 是吧 那么有人问到你这个 其他轴转行不行啊 是吧 老是Z轴转是吧 X轴转可不可以啊 或者Y轴转可不可以啊 是吧 那么是吧 这是肯定可以的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轴向的旋转 是吧 这个轴向的转 还是什么 平面的转吧 是吧 如果我们X轴转 和Y轴转的话 就不一样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轴向的旋转啊 其他轴向的旋转的话 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就牵涉到什么呢 这几个啊 Rotate什么呢 X Rotate Y和Rotate Z 它是把什么呢 这几个轴 单独的写出来 是吧 那么我们学的 这个Rotate 第一击 这个实际上 是类似于这个 这个明白没有 是吧 就是类似于这个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这个Rotate Y和Rotate Z Rotate X 是吧 它是怎么转的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是这个是 嗯 这个旋转的话 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啊 属于三维旋转的啊 三维旋转 好 我们昨天那个实际上是平面的旋转 是吧 平面旋转啊 好 保存一下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维旋转 是吧 三维旋转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这个盒子吧 拿一个盒子啊 好盒子 然后这个盒子的话给它样式啊 这个盒子的话那么它啊 好宽 感觉说给个什么呢 给个两百啊 宽两百 高两百啊 高两百PX 好 那么的话 背景色给它来个够的吧 够的啊 好 这个两百好像还小一点啊 我把它调大一点吧 调大一点的话 这个效果就会更明显啊 效果会更明显一点啊 好 给它来个border吧 border 然后是两个啊 来三个像素吧 三像素实现 来个黑色是吧 好 那么把它聚中一下啊 聚中一下啊 margin margin 50PX啊 O2是吧 0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样的一个盒子吧 这类盒子啊 我知道了 因为我新建的时候 把它新建成HTM HTM 是吧 它就默认用这个IE打开了啊 好 要HTML HTML 好 HTML的话 它默认的话 就是用我的这个Chrome打开啊 好 这样的一个盒子 把这个哦 这样子 好 这样的一个盒子是吧 这个盒子啊 好 那么如果说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设置它的什么呢 先是 Transform是吧 Transform啊 先设置它的Rotator 这个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就是一个Z的旋转 是吧 假如说我转个45第一机 是吧 默认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来看一下 是吧 默认就是这样子的啊 旋转 是吧 我们说这个Transform 它是一个静态效果吧 没有动画的啊 动画还在借助于Transition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说我设置这个45度 它就是45度 默认是一个静态效果 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什么呢 Z的旋转啊 相当于一个平面旋转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想转其他的角度 是吧 转其他角度的话 那么就是假如说 我想转一个什么呢 先转一个Y轴 看一下啊 Y轴是吧 好 旋转一个Y轴啊 好 那么就是Rotate Y吧 Rotate Y啊 这是Rotate Y吧 这个Y要大写啊 好 旋转一个Y轴的话 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好 默认的先把它还原啊 先把它还原 好 默认是这样子的是吧 还原的啊 好 把这个再放开 看一下这个Y轴是怎么一回事 是吧 好 好 这个旋转完之后 然后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样子的是吧 是不是把它压扁了 好像就把它压扁了是吧 这是什么Y轴旋转的 是吧 压扁了 好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过程吧 是吧 那么默认的这个什么呢 啊 Forgs是吧 然后来一个Forgs 它hold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再转一个Y轴啊 好 默认这个Y轴是转零度是吧 然后的话hold的时候转的什么呢 转45度吧 转45度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瞬间变吗 我想这个有个过程怎么样 还得什么 还得什么 写transition吧 是吧 transition啊 然后transition是吧 然后一个Or吧 是吧 我不管哪个属性 反正属性变就做动画啊 比如说500毫秒啊 然后EASE 是这样的啊 EASE啊 好 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我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再让它转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这么转啊 好像不是转是什么 是在缩放吧 是吧 还是把它压扁了啊 实际上它在转啊 它是在转啊 它是在转 它这样转啊 这样转之后怎么样 什么好像没有转的效果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这么转的话 就实际上牵涉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 透视啊 透视的概念啊 就是说这个盒子转的时候没有透视效果 所以说导致我们看见它好像没有转是吧 没有这个旋转效果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一个透视的概念啊 好 这个透视的设置是什么 就是这个第五个属性啊 设置透视的距离啊 透视距离 好 我们来先来说一下什么是透视啊 透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打开啊 把这个东西打开啊 有一个图片支援 里面应该有一个图的啊 好 这样一个图啊 这样一个图 这样一个图的话 我把它拿过来啊 好 拿过来看一下 好 那么图片的话 放在images文件夹里面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图片 好 这个图片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 什么零件大道 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零件大道的什么呢 它这两排树 按理来说 是不是一样高啊 是不是一样高 是吧 但是的话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最前面这棵树 是吧 最前面的这棵树 和这个 这个路 这个路的尽头的这个树 是这样的 是不是他们的 高度的话 应该是明显的什么 有区别吧 是吧 这个离我们近的这个树 什么我们感觉它是不是很高啊 是吧 那么远去的这个树 是不是感觉它什么 几乎松大一点去了 是吧 是不是这个高度 是不是很小啊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的 透视图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透视图 我们照片 实际上都是透视图啊 透视图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有一个什么原理啊 透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原理 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近大远小吧 这是透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就是近大远小啊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呢 我们在飞机 飞机上看到的飞机 停下来的飞机 是不是很大啊 是吧 然后飞机飞在天上 是不是很小的一点啊 是吧 那么通过这个大小 让我们什么 感觉到这个距离感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小 才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距离感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啊 这就是关于透视啊 近大远小啊 这是透视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啊 最基本的就是近大远小啊 虽然这个数是一样高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大小来表达它的这个什么 众生感吧 是不是有个众生感啊 就是那么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 回到我们这个盒子这里 是吧 我们现在的话感觉不到它什么呢 这个旋转是因为什么呢 它没有透视感 按理来说的话 这个旋转的话是吧 这样转是吧 这样转的话 是不是一个边应该是靠近我啊 一个边转过去是不是离开我啊 是不是离远一点呢 是吧 一个边靠近我 一个边离开我 应该是一个边变大 一个边变小 这样的话 我才能感觉到它旋转啊 有个距离感啊 好 那么我们想达到这种效果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再设置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 这个perspective 是吧 这个属性 设置一下就行了 那么设到哪里呢 来看一下啊 设到这个transform这个地方啊 transform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的话 transform怎么设呢 就是它后面设置一个什么呢 perspective啊 设置这样一个啊 那么它后面的话 这个用空格格开啊 不要打分号啊 好 这个是一个perspective 这是一个透视距离啊 设置一个透视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 一个经验值是什么呢 800px啊 这是一个经验值啊 设置一个这个透视距离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最好是怎么样呢 这两个设置是一样的啊 这两个设置是一样的 这个是什么 旋转的零度啊 好 把这个也放到下面来 是吧 把这个也放到下面来啊 好 把这个也放到下面来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我使用它放上去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有透视距离了 这个是不是变长了 是吧 这个变短了吧 这是不是感觉到它在旋转呢 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透视 是吧 只要有这个透视感的话 我们才会感觉到这个众生感吧 才有距离吧 是吧 这个意思啊 那么就设置这个透视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属性啊 好 那么的话 大家问这个800是什么意思啊 800是一个经验值啊 那么大家可以改一下这个值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800是效果最好的啊 那个效果最好的一个透视距离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旋转是吧 旋转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透视距离啊 好 那么的话 呃 这里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地方啊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容易产生的一个bug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的啊 假设说我这么 我怎么呢 有人可能直接写啊 比如说我把这句什么呢 把这一句啊 把这句不写啊 把这句不写的话 就是直接在hold的时候 直接写什么呢 这个透视是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45度是这样的啊 好 这句不写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容易什么 看一下啊 有个什么效果啊 好 默认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际上也可以转是吧 也没什么问题吧 也没什么问题啊 那么它会出现一个什么bug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ug是不是可以重现啊 好 看一下啊 是不是有个bug啊 看到没有是吧 这个bug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它没有设置初始值的时候 怎么样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效果啊 还有没有啊 突然挑变的时候啊 有这个bug的问题啊 还记得啊 好 这样动两下 就会重现这个bug啊 就是那个bug啊 好 那么这个bug的话就是 如果说你没有设置这个初始值的话 怎么样 容易出现这个bug啊 那么的话 好 把它写在这里吧 那么一定要设置初始值啊 那么这个什么呢 做这个变形动画的时候是吧 做变形 变形啊 动画 动画啊 需要 需要设置是吧 设置初始值吧 初始啊 初始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设置初始值啊 这个就是初始值吧 是吧 这个如果配的Y零度是吧 这是什么呢 这个好像是没意义的 什么样的啊 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啊 它是从零变到什么呢 45度啊 好 设置初始值啊 啊 不设置啊 不设置 容易 出现什么呢 出现什么呢 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跳变的bug是吧 好 好 那么我们设置初始值之后 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bug会不会出来啊 好了 刷新一下 是吧 这是有初始值吧 这个这个bug是没有的啊 看看一下 是吧 没有吧 这个bug是不会出现的啊 那么 就是因为没设置初始值 所以说容易出现那个bug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旋转是吧 啊 旋转啊 好 旋转啊 接着我们再来做一个吧 比如说我再来做一个 X轴的旋转 是吧 我再来一个box啊 再来一个box二啊 box二的话 再来做一个X轴的旋转啊 比如说这个是 好 是吧 好box二的话 然后他 这个是第二个 是吧 好 默认的话 他是X轴转零度 是吧 X轴转零度啊 那么的话 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让他X轴转个45度 是这样的啊 X轴啊 好 X轴转 然后来看一下他的效果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Y轴转啊 X轴转 那么这样子 是吧 是这么转的 这么转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方向怎么判断呢 我刚才Z轴的方向判断是什么呢 这个轴对着我们怎么样呢 这样顺时针吧 是吧 好 这个Y轴怎么转呢 这个Y轴怎么转的啊 Y轴啊 好 Y轴是什么 Y轴是 它这个Y轴是朝向下边的啊 向下边啊 好 那我来写一下吧 这个轴向啊 旋转的轴向啊 写在这里吧 旋转的轴向啊 好 好 这个旋转的轴向 旋转 旋转的轴向啊 旋转轴向是 呃 比如说Z轴 是吧 先写X轴吧 X轴是 L轴是什么呢 X轴啊 L轴是什么呢 从左往右啊 从左往右啊 从左 从左往右啊 这个是L轴啊 然后是Y轴啊 Y轴的话是什么呢 从上往下啊 从上 往下啊 好 那么Z轴是吧 Z轴的话是 从 从 嗯 屏幕 从屏幕 内 往外啊 好 这是他的这个轴向啊 这几个轴向啊 好 那么的话 呃 判断旋转的是吧 判断旋转的方向啊 旋转 旋转的方向啊 怎么判断呢 方向啊 那么让轴向什么呢 让轴向什么呢 轴向啊 对着自己啊 对着自己 啊 顺时针啊 顺时针方向啊 顺时针 方向啊 好 这样判断方向啊 就这么判断方向啊 好 判断旋转方向 让轴向对着自己 然后顺时针啊 好 那么 这几个原理说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是吧 好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 这个歪车是从上往下吧 从上往下啊 歪车是从上往下吧 好 从上往下 那么你 这个歪车是旋转到什么 45度吧 是吧 是不是旋转到45度啊 45度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从上往下 那里面你从上面是吧 对着自己吧 这样转吧 是吧 这样转 是不是 45度啊 是吧 这样顺时针嘛 就你把脸朝上 然后它对着自己 这样转 明白没有 这样是不是顺时针呢 你要想一下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45度啊 这个边是不是转到 转到后面去了啊 是吧 就这个轴对着自己 然后这样转 这样转就是45度 是吧 然后你 不45度 这就是相反 是这样的 好 这么判断的啊 好 接着来 X轴是吧 L轴怎么转呢 L轴是从左往右啊 从左往右 你把 你这样 从这边过来 是吧 从这边过来 对着自己 是吧 这样转是吧 这样转是不是45度啊 这么转是吧 明白了吧 好 这样转的啊 大家稍微想一下 就知道了啊 就是你先 先了解这个轴向啊 这个轴向 是吧 轴向啊 轴向先确定了 然后让轴向对着自己 然后顺时针 就完了啊 顺时针 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旋转方向啊 好 旋转方向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旋转的这个 呃 这个用法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做做做特效的时候怎么样呢 是什么 像这种这种特效还是做的比较多了 是吧 这个三维的旋转的特效还是做的比较多了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啊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些属性啊 实际上的话 我们想做这种三维旋转的话啊 想做的更规范一点 实际上还需要设置一个属性 就是关于这个是吧 这个属性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加它上去啊 就是设置盒子是否按稍微空间显示啊 一般我们要把这个也设置进去啊 设置到起始的盒子上面去就行了啊 那么的话默认是什么这个平面的显示啊 默认平面显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盒子按照平面的这种方式来旋转 是吧 刚刚指的话 我们盒子按照平面的方式旋转的话 相当于是把盒子压扁的吧 没有这种透视感啊 那么我们一般把这个什么呢 设置为Perspective 3D 设置这个值就行了 设置在哪里呢 那么应该设置在这里是吧 那么设置一个什么呢 Transform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Transform啊 Transform时代啊 然后是写的Perspective 3D 是吧 这个加还要加上这一句啊 这是比较规范的写法啊 刚刚我们没有加它 效果也出来了吧 是吧 好 加一下这一句啊 那么加到这个起始的盒子上面去就行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规范的一个写法 就是让盒子在三维空间里面这个旋转啊 好 那么就是这个属性是吧 好 这是前面六个属性啊 接着的话 比如说Translate XYZ的话也是设置三维的是吧 这个应该是好理解 就是 XY实际上也是平面的 Z走的话相当于是三维的旋转是吧 Z走如果是正值的话 就是对着我们移动过来是吧 如果是什么呢 负值的话是怎么样呢 就是远离我们是这样的啊 好 Rotate XYZ的话实际上也是 这种三维的啊 那么跟这个一样理解啊 三维的这种旋转啊 这种变化啊 那么这三这三种三维的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少是吧 那么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什么呢 啊不错 这个Translate的XYZ和Scale的XYZ 这边呢用的比较少啊 那么用最多的还是Rotate XYZ是吧 做这种三维的旋转啊 这个用的比较多啊 好 那么昨天我们还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Transform Origin吧 是吧 Transform Origin就是关于这个旋转的中心点的变化 是这样的啊 中心点变化啊 好 那么的话关于这个三维的旋转的话啊 那么呃大概是这么多啊 大概这么多 接着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关于三维旋转的一个特效的例子啊 一个例子啊 好 这个例子是干嘛呢 它是做一个什么呢 方面效果啊 方面效果啊 方面效果的话 那么类似于我们这个 类似于我们这个 只不过它怎么样呢 它翻了一个面啊 翻了一个面啊 就是转了180度这个效果啊 转了180度之后的话怎么样呢 背面是一个文字啊 前面的话是一张图片 然后使用它放上去之后怎么样 它就转了180度 转成了一个文字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那么我们有些网站上会有这个效果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做的啊 它就会结合我们的大概所有的属性啊 大概是这几个属性都会用到啊 好 没有结合那么多属性啊 实际上就是什么 旋转啊 旋转 实际上主要是用的旋转的属性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是怎么做的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那么就是啊 来看一下啊 一点点来分解这个例子啊 好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先把这个图片拿过来啊 它是做了一个什么图片的翻转的效果呢 做了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做了这样一个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这个课程资源里面有个什么 图片资源啊 那么的话是这个 这样一个图片是吧 这样一个图片啊 复制一下 然后拿过来啊 好 拿过来 粘贴一下啊 粘贴一下 拿过来是吧 好 那么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先做 先做起始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先是拿一个00啊 002啊 这个是图片翻转啊 图片 图片翻转啊 图片 翻转动画啊 好 图片翻转的动画啊 然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怎么样呢 这样一个结构啊 我们先写这个结构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报个屎啊 先写一个容器啊 报个屎这样一个容器吧 这样一个容器 容器里面先放一个图片啊 放一个图片 好 放这样一个图片啊 好 放这个图片 然后那个图片就是这个什么呢 location 刚刚我们放进来的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location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是一个背景图啊 好 那么的话 先写这样一个结构啊 先写这样一个结构 好 那么我们来给一下它的样式 是吧 好 给个什么样式呢 那么先看一下啊 这个样式的话 那么这个图片 看一下它有多大 是吧 先看一下有多大啊 那么的话 看一下这个属性啊 这个的大小是这个什么呢 是300乘以272 是吧 300乘以272啊 好 宽300 高272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给这个样式的话 我们先给这个box啊 box的话 我先给这个什么呢 给这个容器啊 box的容器的话 我先给大一点 给个700吧 700px啊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高度是272啊 272px啊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background color 是吧 给它一个background color啊 color的话 给它一个gold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给它来一个边框啊 border 然后来什么呢 来个三个像素 实现 给它来个黑色啊 好 然后这个的话 我把它聚中一下 marking是吧 marking的话 然后是50px是吧 o2 然后是0是吧 好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这样一个效果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老是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吧 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 让这个图片在左边放着啊 在左边放着 好 那么接着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是吧 好 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什么呢 先把它定位一下啊 好 那么它直接放好了 干嘛还定位了 那么等会我们要放另外一块上去啊 放另外一块上去啊 好 那么定位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先这个盒子怎么样 本身来个什么呢 relative啊 啊 来个position啊 relative啊 好 然后这个盒子 box里面的什么 emerge 给它来个什么呢 position 什么呢 absolute吧 是吧 然后给它定位 先left等于0啊 left等于0啊 然后top等于0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样等于0啊 好 等于0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先做到这个效果 是吧 做成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效果还是不变的 是吧 它定位到这里来了 是吧 定位到这里来了啊 好 我们先做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 鼠标放上去之后 这个图片什么 旋转 是吧 这图片旋转个180度 是不是可以啊 好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是吧 那么图片本身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先写一个是吧 先写一个什么呢 这个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 好 来个transform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图片做这个三维旋转啊 三维旋转的话 怎么做呢 就是最好是把什么 规范的写法是吧 规范写法之后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也加上是吧 让这个元素在三维空间里面旋转 是吧 设置一个整体的设置一个transform transform什么时代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什么perspective3D吧 perspective3D啊 好 然后的话图片的话 怎么样呢 先拿一个什么呢 起始值是吧 起始值啊 起始值的话 来一个transform是吧 transform 然后是拿一个 首先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rotate是吧 加住rotate y吧 是吧 rotate y的话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180度 是不是可以啊 让它转180度是吧 好 默认是零啊 先写个零啊 零第一G 是不是这样的 零第一G啊 好 然后的话 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图片是吧 整体这个怎么样呢 box什么呢 里面的emerge 然后这个box hold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hold的时候啊 这个emerge怎么样 给它拿一个 transform是吧 transform 好 transform来个什么呢 rotate是吧 rotate y啊 这个时候给它来个180 是不是可以啊 好 180 第一G 是不是这样的啊 180第一G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这个效果还没加啊 我们一步步来做啊 首先盒子默认是什么 旋转零度啊 放上去之后什么 是吧 这个图片选择什么呢 这是最终是选择的这个图片吧 好 这个图片选择180度 迎歪走是吧 好 我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没效果是吧 因为它转了180啊 转了180度啊 没效果是吧 转了180度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transition写上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写一个transition是吧 transition 然后是来个 哦 什么 呃 假如说500毫秒吧 然后EASE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还是放上去 是吧 好 那么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盒子是什么 这个盒子是什么 它有一个叠加啊 叠加到这个负极上面去了啊 叠到这个负极上面去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弄啊 这个的话 我们把这个 把外面这个盒子的 这个背景色先把它取消看一下啊 把这个取消啊 背景色取消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框 框里面这个盒子是吧 再放下看一下啊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啊 大概是那个背景色把它什么压住了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好 这个效果的话转到180度 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整体的什么 是不是什么 整体的这个什么 翻转了一遍吧 是吧 好 大家看它的转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透视效果啊 好像就是把它压扁了 然后再拉伸次这样的啊 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让它转的有透视效果 怎么办呢 加一个什么 perspective吧 刚才说的啊 pers perspective3d perspective就行了 是吧 然后的话这个后面跟一个什么 800吧 800px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也跟上啊 800px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就有一个什么 就有一个这个透视的旋转效果吧 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效果啊 啊 转到180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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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